先用冷水 然后用那个汤匙 空的汤匙 弄冷冷的 然后先 先假装要吃东西 先吃个几口 对 然后吃个两口三口 他嘴巴开始比较有 这种 有没有开始有点咬一咬的动作 或者是他开始有那种 就是抿嘴巴的动作 就表示说 他开始嘴巴比较有在弧动 对 然后两三口或是三五口 然后他开始整个人比较醒 要准备好吃东西的时候 你再加水 哦 这样 那水也是一样 就是一点点而已 只是要让他吞而已 对 对 一点点而已 哦 那我可能 你说放1cc吗 我可能放太多了 大概1cc 不要超过1cc 嗯 我觉得我可能放太多了 嗯 所以他在那里 那个呛 我就会呛到 嗯 那 嗯 他们就说这样不好 嗯 搞不清楚什么状况 嗯 所以可能只要有水进去就好了 嗯 不要 就是好像有要吃东西 有东西 稍微有东西 一点点东西进去就好了 是 婆婆 哦 要吞一吞哦 好棒 吞到这还不错 蛤 吞到这还不错 哦 一开始都一直吞出来 然后后来的时候 好像再开始几口就 都有吞 嗯 那努力吞咯 以后就有 诶 好棒 好棒 以后就给你吃哦 这样子有吞了 吞了好棒 以后就给你吃好吃的咯 好不好 吞了好棒 诶 嘴巴擦干净 擦 一擦 擦一擦 那等一下记得口水吞 等一下记得口水吞 嗯 妈妈 诶 吞一吞 哎 要吞一吞 要吞一吞 哎 要吞一吞 那这个虾是很需要耐心哈 而且他年纪比较大 慢慢来 提不得提不得 要吞一吞哦 刚刚有一个附近的医生过来 他是主任吗 主任 我刚刚在门口遇到他 然后他有问我状况 所以在门诊的时候又来 对,吞一吞哦 对,好棒好棒 太好了 我们是有买块领包了 他这一阵子啊 因为他现在 如果说有住院刚出院呢 胖力稍微比较弱 然后所以这一阵子呢 就是冷水 给他慢慢吞慢慢吞就好 然后啊困宁宝先不用 先不用 对,因为困宁宝 比较是让他练习 有咀嚼 就是有质感的东西在吞 对,然后他现在如果 大概一个礼拜之内 先用清水就好 对,他抵抗力稍比较弱嘛 然后我们给他 体力稍微调好了之后 再给他练练看 好棒好棒 嗯 好了 这好了吗 OK 有好了 你给我点头是不是 哈哈哈 他什么妈妈点头 你是知道,真的知道 真的知道就好了吗 真的知道就好了吗 对,妈妈对不对 是妈妈点头 是哈 嗯 不错 好 然后 那就这一 大概这个礼拜以内 大概就是用那个 冰汤匙跟一点点清水就好 嗯 好 冰汤匙跟一点点的清水 对对对 好 好 好棒 大概每次要 嗯 让他试多少 可以少量多次 啊 少量多次 一次大概可能就是两三口 啊 一次两三口 三口或是三四 入口可以啦 啊 然后啊 就多 少量多次 有点像我们自己喝水的那个习惯 我们可能是一两个小时就要喝一点水 嗯 嗯 对 然后我们就是喝一点水 啊他也是就是给他润润厚这样子 嗯 好 好了 要休息 好了 休息了 休息 妈妈你说谢谢 也谢谢陈老师 来妈妈你说 把手拿起来 手拿起来 谢谢 手会不会动 下次见 来下礼拜一见咯 下礼拜一我们就要推轮椅门诊过来了 对 下次见 嗯 下次我们就做轮椅过来看老师了 下次见 嗯 好棒 好 拜拜 好 谢谢 拜拜 吞动作这样是还算清楚 嗯 算清楚 对啊 对啊 就是没有 通常有一些如果说 比如说又住院 有的时候他们那个功能会又停下来 不过他今天吞的动作也算清楚 那他要那个什么时候开始做语言的训练是这个结束了才做语言 其实一边其实都像口腔啊吞咽跟口腔会一起做 所以他大概一些口腔功能啊什么的都会一起做 嗯 所以现在是说口腔功能 对 然后那他如果要做语言可能要试试看 嗯 试试看啦看能不能诱发出来 嗯 不过如果说会争扎他第二次损伤比较严重 可能他就声音这样 对 那他有些什么简单的声音变化 或是可能先念念看说他有没有单子 嗯 试试看有一个简单的表示 试试看有一个简单的声音变化 那我们怎么样去 我就叫他啊他都不跟我啊 妈你说啊 好你有一次跟我说阿们对不对 来你说阿们 阿们 阿们 来说给老师听 阿们 阿们 以前我们就说阿一无为我这样一直练 嗯 对不对 有啊 我们第一次的时候阿一无为我 我卡起哭哭哭一直练完 练完 练完了以后就会唱HAPPY BIRTHDAY了 哦 然后从一数到一百了 哦 嗯 可是这次 他就只有一次听到说阿们 嗯 试试看 看状况试试看吧 然后现在就至少让他维持有打账户啊 点头啊 摇头啊 然后有声音 嗯 他如果一有声音就跟他回 嗯 然后他就呃 然后就跟他回 哦 好啊 什么之类的 嗯 就他一有声音就跟他回 一有声音就跟他回 嗯 嗯 然后让他知道就是声音我们有听到这样 嗯 嗯 我觉得他听得到我们在讲话呢 他有啦 嗯 有啦 陈老师 看过我吗 看过我吗 有啊 有看过哦 好 对啊 然后他就是不过就是让他多声多出声音是好事 嗯 啊现在的话现在他这个最近这一个阶段的话就是让他先把体力养好 嗯 以抗力先养好 对啊 不然他就要到处跑了 对 然后他自己体力如果抗力不够好的话那可能清洗不服也不散吧 我现在就是把他呃 再去做针灸了 然后去日康去日康做那个附件 因为比较近 就隔个马路就到了 那OK啊 那这边比较远 对 所以我就来这边做 做针灸灸 说说你这个 因为他们没有这部分 嗯 OK 好啊 嗯 然后啊就因为他现在要身体要复原 那吃那些药种要代谢掉 嗯 对啊 所以这阵子的话大概会体力上会稍微差一点 体力上会差一点 嗯 对 那所以就是 大概看一下他的状况 嗯 嗯 我就是 呃 住院这几天就没有去 就就没有去做那些的都没有做了 对对对对 好 对 关心 那他先稳定比较重要 对啊 发烧就很关心 是 现在发烧是没有了啦 控制下来 好啊 控制好了以后再来 嗯 慢慢来 好 好 好 那要休息咯 好 好 跟老师说再见妈妈 拜拜 拜拜 来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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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怕痛 我突然想到他手是带着这个东西他怎么去做复健 对 你说这个啊 好 做复健 就避开啊 避开这些动作就好了 哦 对对对 或者是做电疗就好了 哦 对对对 电疗也可以做 嗯 就避开会影响的部分就好 或打脚踏车嘛 哦 对啊 那脚动动脚这样 对 也可以 因为这从礼拜五开始就没有 都没有 其实是从礼拜四开始 因为礼拜四发烧了 所以就没有做复健了 哦 所以礼拜四礼拜五 礼拜天礼拜一 已经四天没有做复健 嗯 嗯 我就给他慢慢动 对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曾老师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